大家今天又是在車上跟大家開場 我從台中開了兩個小時上來 所以我現在在台北 我們今天又要來去露營 只是說因為現在菜在手續 所以我現在就得開過來這裡 然後等他下課之後再一起去露營 那我們現在就去等他出來吧 現在要走去他們門口外面等菜出來 他還沒看過短髮的我 不知道等一下認不認得 你怎麼走哪里 走到原寶 你怎麼走哪里 你怎麼走哪里 你有那裡出來玩嗎 有啊 我車停那裡 那要走過去 嗯 這位老公 要了去哪里 那你這次知道我們是要去哪一個營區了嗎 利波 你好像講錯了耶 是利和波 你知道他在哪個縣市嗎 好遠喔 對 感覺好像還ok 還可以再塞一點東西就對了 覺得嗎 可以 來佳樂福北大店 採買我們的鹿魚 食材 來 等一下還要搭帳篷嗎 等一下還要搭帳篷耶 你這樣有精神嗎 1.2 嗯 你說什麼 1.2 所以吃飽了就有精神了 先來外面吃晚餐 太難了 餓壞的小子 要吃飽他的力氣搭帳篷對不對 嗯 買完了 現在已經 7點50 準備趕去營地 從這裡開過去還要一個半小時 帥喲 跟大家說 來這個營區的路 真的不是普通的彎 我連 坐副駕都覺得頭暈了 對不對啊 駕駛大大 終於 再五分鐘要到了 喔 有看到一排車了耶 喔 它是寫入口處啦 對啦 在這裡 這是A區 那我們是VIP1 在哪裡 哇 喔 好邪喔 有夠難找的 終於被我們找到了 明天 再帶你們看 因為現在太晚了 現在已經9點半了 我們要先準備來搭帳篷 按摩摩的 結果我們到現在 已經 凌晨 7分 才全部 完成布置好 而且因為它這個地 是有點斜的 所以其實在布置的時候 有點麻煩 比較困難一點 這次已經 這次已經 累到了 那這邊就先跟大家說晚安 今天早上再來好好的介紹 這個 李和博休息的園區啦 我們的VIP1區 Go 結果我們的水潮 在這麼旁邊 對不對 還有那個 那個接電的線 還好我的線還夠長 Go 來上去拿我們的食材 你看它旁邊是那個耶 它是什麼 算是一個小的 雪櫻 西櫻 它是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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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裡好寬喔 這裡不是 嗯 這裡是幾區啊 大家來研究一下 哇 一大早就爬個坡 這邊有一個 報廢的冰箱 然後還有一個 類似冷凍的 可是其實這都不能用 所以其實它 只有這一個冰箱可以冰 所以我們 昨天比較慢來 然後 基本上 冷場 都被冰滿了 只能不知道今天 才 來 營區的那些人怎麼辦 是我們照現在 暫時放在冷凍 然後 等一下可能先拿去 保病的地方 然後這裡就是 他們的 廁所 大家可以看一下 側路就是簡單的 這個 做的 然後 也是做的 跟 一間 淋浴的 不過淋浴的 只有這樣子 所以我們昨天從這個入口來 然後上面是 A區嘛 對不對 對 上面是 A區 然後這裡是 廁所 停車場 前面是 C區 看一下 A區的地好像比較平 我們那邊斜斜的 對 這裡的 地比較平 然後這裡就只有一個洗手台 不過這裡只有給兩張而已 所以其實位置也蠻大的 入口之後 入口之後 右手邊是A區 上面 是 停車場 廁所 Go 然後走這裡 這裡可以走下去 可是車不能開 你不覺得夏天好像在這裡算蠻涼的嗎 因為它都有樹蔭遮著眼 好 Go 我們來去瞧瞧 下面還有什麼 下面可能是D跟E 欸下面其實還有廁所欸 看來它這個營地很大餒 對不對 走到這兒還是 D 五帳 下面E是 七帳 它這裡就比較沒有草地啦 就是比較平的 對 這裡是 D區 五帳 下面是 E區 七帳 然後那邊還有E 那邊還有廁所 前面好像會走到西流 來去瞧瞧 那天晚上都會有聽到那個 西流的聲音 對補 不過它這裡有一個牌子寫 對 靜止細水游泳 靜止細水游泳 小心 啊 那邊有一個人 快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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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這樣不再起來 嗯 開了開了開了 扣車 270度 然後 好濕喔 再次 270度 170度 370度 370度 270度 370度 370度 哇!完成! 感謝影兒送我的生日禮物 喜歡! 你看!然後這個我也是新買的 這是雙扁嗎? 三明治獎啦 你看它這樣子就開了 它可以分成兩個耶 你看! 好酷 它可以拆開來當小煎鍋也可以 它的都很大 對啊它的 你說火很大對不對 很讚耶!火力很厚耶! 要往蝦放什麼? 你都被它吐司 對 你可以先放那個 因為盤子乾淨啊 可以的話是先放盤子 好!一片吐司 會會耶! 來囉!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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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怎麼會不平均啊?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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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這沒辦法變成蜜毫的 可是他最少可以這樣子有點焦色 三明治早午餐 只是沒辦法做的真的很熱壓耶 不知道為什麼 不知道是機器的問題呢 還是我功力的問題 應該還是可以吃的吧 好開動 在裡面受訓很悶的喔 真的出來狂玩遊戲 很趣喔是不是 很大隻的火通風耶 不過呢 我們也買了一台這個 12吋的電光扇 我覺得真的不錯 他可以這樣子360度 這樣子整個 吹這個帳篷 而且現在太陽真的好大喔 有熱對不對 結果後來銀主發現就是大家的東西併不下 又插了一台這個冷藏的可以併 那這個就夠大了 每次要從我們VIP1爬上來 都超累的 都要爬這個爬得好陡啊 下坡還好 只是如果要上來的話 就要爬這個一階一階的 哇這也是蠻高的 這也是蠻高的 到了下午茶時間 大部分 準備還做抽零 但是 這裡是鐵上的鍋子 這個鍋子蠻好用的 它很快就好 導熱很強 而且它真的也是不沾鍋 這個鍋子蠻好用的 有味道嗎? 嗯 好吃嗎? 好難得聽你稱讚 剛剛聽你稱讚 再講一次 不容易燙嗎? 嗯 我剛剛直接在倒沒有用湯匙挖 所以這個鬆餅比較 不是一個圓形的 不過應該不影響口感吧 好吃 下午茶 這水果也蠻甜的 蘋果很甜 吃蘋果 吃蘋果 他吃蘋果 然後跟薔蘿 有嗎? 但 我們吃蘋果 這個熱情的鬆餅粉蠻耐的 OK 這樣我也先 一個深夜 不要猜猜看是什麼 猜猜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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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燕子有什麼 喔 嗯 算是 好吃 好吃 你之前那個不是壞掉了 嗯嗯 這次買再買高級一點 這是比方學的 有啊 就是練動很久 先提早做的生意 你生日那天 還在說學 好 加油 謝謝 謝謝 嗯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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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 請 請 像義大利麵 香菇雞湯 跟這邊在做 炸雞 專業的喔 還有要計時唷 期待期待 你小心喔 專業的克水喔 完成了 清涼 義大利麵做雞腿喔 金黃金黃的 讚喔 很好吃喔 很好吃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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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黃金黃的炸雞 很帥喔 很好吃喔 很讚耶 你要吃一口 不錯啦 你炸得很厲害耶 好吃 這邊還有香菇雞湯 很熱喔 對啊 不錯耶 果然是有待本 待過 日本料理店的 男子 讚讚 決定要來泡一杯茶喝 所以現在在煮水 泡那個同事姐姐推薦我 就是 不把Juway 那個茶包 我覺得還不錯 它沒有加糖 可是喝起來甜甜的耶 哇 而且這個 這個 Snow Pig的 那個 瓦斯爐真的超厲害 就是火力超夠 一下子就滾了 超大 這個是才二喔 就這麼大 好 嗯 嗯 光頭還要吹頭髮嗎 還是有要吹喔 其實VIP 疫區這邊還蠻寧靜的 因為旁邊就 都沒有其他髒 然後再來就是都比較遠 只是說 這個洗手台在這裡 真的有點距離 然後這邊就是 另外一個 VIP2區 算還不錯 只是 VIP1跟VIP2的地勢 都不是很平 像我們後面睡障部分 還OK 可是前面的話 就會有點往前倒 所以椅子 像這種大串 比較大的 沒有做好的話 很容易就會往前翻 那 VIP2區的話 那個 路由們 有跟我們分享 他們的地勢 就是這樣子往下的 所以他們投了 要朝門口這裡睡 不然如果 以往 就是普通平地搭的話 睡的話 可能會腦充血 所以就是比較 不太OK的地方 那 早上的時候 有帶大家去看 其他 A B C D的部分 那它基本上都是 四五這樣平平的一區 那搭起來應該就 比較不會有這種問題 那是因為只要靠 VIP2區都是 就是小小的一個 區域 在這種地方 所以就比較 這種就是 D是比較不平的問題 不然我是覺得 是還不錯 因為在這裡 也不會有其他人打得老 就很適合 想要單飛的朋友們 早呀 又來到了禮拜天 接下來又要來到 最艱難的一步 手掌 在這邊 真的太難了 因為它們的地方 可以把這部 會不會是有些地方 都是最好的 因為它們在那裡 我們在那裡 也會不會有很多 還會不會想到 我們在那裡 有些地方 是 我們在那裡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